附近的音乐工作室 何韵诗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 嗨 阿什尼啊 你好 您好 九仰大名 不用这么说 很勇敢 尤其在联合国的发言 OK的 应该的 我们今天要来调解一下香港问题 好的 随便问 何韵诗是香港演艺圈当中独特的声音 他选择跟人民站在一起 成为北京政府的眼中钉 力挺反送中运动 7月8号他到联合国演讲 为香港发声 我的名字是Denise Ho 从香港的自由主义 Vienna的计划保证 国家的自由主义 但在香港今天 这些都被决定的攻击 那次其实是一个NGO 去邀请我过去 那那个时候刚刚是6月初 有发生了100万人的游戏 他们就想要有一个 代表香港人的一个人过去 那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次整个运动是一个 没有一个领导 就是没有一个领导 或是一个组织的运动 所以变成说 大概就是我是一个 他们会认得的一个 或是他们会知道的一个名字 那因此就邀请我过去 副主席先生 中方行使程序运动议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刚才这位所谓的NGO代表 发言者 发言将香港与中国并列 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请主席敦促其 使用符合联合国规范的正确表述 演说当中 他二度被中方打断 如果这样的情况 何日时早有心理准备 那你去讲的时候 之前就有风声指导说 可能会有中方人士在那边阻挠吗 我大概知道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因为以前有一些维权的 就是大陆的一些动员 他们有过去 然后也是受到一个中方的官员 他们去接听他们 然后就想要不让他们去讲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 老实说肯定是会有一点点 在那个环境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 因为毕竟真的只有90秒 只有90秒 过一秒他都会把你的脑袋关掉 所以变成说我的紧张是来自 我一定要把整个话讲完 尤其我最重要的两句在最后 掌握90秒的发言时间 技巧性的把重点藏在最后 中国对人权的漠视让他难以接受 是何韵师在这一次发言当中的重要提问 我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 因为看过以前的一些影片 就是他们会这么做 而且我是觉得他们有这种举动 反而就是去肯定 我说的是对 就是他们真的不会让大家会有那种话语权 或是他们就是不让人民去说出真话的一个政府 来自北京的压迫他感同身受 因为选择支持雨伞运动 他遭到中方封杀 而因为你身为歌手艺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像在台湾有很多演艺圈的朋友也是 会受到来自北京政府的压力 所以很多就会不说 那你自己相信你在这些事件之后 你中国大陆那边 你们所谓内地那边也不能去发展 所以我想知道是说 你曾经遭遇过哪些什么样情况的压力 我从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 就被黑名单了 其实老实说他们也没有一个真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黑名单 他们从来就是用一些白色恐怖的方法 去让大家觉得这些人已经是有问题了 然后就让所有商业机构或一些品牌 他们就不敢再找你 我当然就是在那个环球时报 又被点名了大概两、三次吧 所以后来其实那个影响就是说 当然我是不能进大陆 你进都进不了 我没有真正的尝试过 试过 他们跟我一起在雨伞的最后一天 有一起共鸣抗命 然后被抓到警察局 所以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 一些素人 他们都进不了 可怕的是 封杀黑名单效应 只出现在内地 人在香港也被北京的恐怖氛围笼罩 连国际品牌都难以抵挡这样的压力 完全没有了 甚至在香港 因为这种白色恐怖的效果 就是所有其他的品牌 虽然我在香港 但他们还是不太敢去找你 像在2016年的时候 还有Lancum的事情 事件 对 那整个事件就是他们找我 做一个活动 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些 也是环球时报的一些微博 他们就发了一些讯息说 这个品牌找这个人 这个港独来做活动 我们是不是要去抵制他们 品牌也害怕 害怕 所以他们就把整个活动取消 那那个时候 当然在香港是非常大的一个行为 甚至在一个国际的层面上 也是让人非常震惊 自此之后 没有商业行为 何物是反而走出自己的路 他出唱片 开演唱会一手包办 甚至出书的时候 还自己示范宣传 教大家怎么走到书站 因为一个国际的品牌 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微博的讯息 然后就觉得好,我们就要退 每一个国际的 那那个之后就真的完全… 就没有了 任何商业的活动都没有了 那你觉得这样对你有影响吗 我… 我是觉得还好 当然现在的整个工作的模式 跟以前来说是完全不一样 以前可能真的很容易就可以 赚到一些商业 或是一些广告的那些费用 但是现在这一块没有了 那我就要想很多方法 比方说我自己去举办演唱会 我自己去发我的专辑 那个收入 比起以前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甚至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去主办很多这些活动的时候 而且通常都会爆满 因为香港人就是非常支持我 那像在16年的演唱会 就是红管的演唱会 那5万张票其实都秒杀了 所以从这方面我自己心底的希望 就是我能够用我自己作为一个 你说一个实验品也好 或是一个示范也好 去告诉其他的艺人说 其实你没有了一个市场 其实也还好 就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运作下去的 香港毕竟还是有700万人 那当中如果有一半人愿意支持你 你也饿不死 够了 对 亲力亲为也可以养活自己 境界上面没有问题 但周遭管境 早已被一股白色恐怖侵袭 连朋友之间的互动都开始改变 那因为你的这个角色 有的时候你连跟好朋友讲讲话 等着自由度可能也没有 像是容祖那一天的演唱会 你只是留个眼也被批评了 对 我不晓得在这些moment 你是不是觉得也挺伤心难过的 过去的五年当中 是不断有这种状况出现的 我最伤心的一次是刚刚雨伞完结 然后15年我办了一个演唱会 但是第一场我就发现 以前全部 每一次我去有什么演出 都会过来支持的朋友 全部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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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不见 然后你知道香港开演唱会 不是有那些花会送的 以前就完全放满 那一次就只有几个 当然我不是会介意那些事情 但是你就可以透过那些发现 那种白色恐怖 那种恐惧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是那么的强大 那么的完全把所有的判断力 都盖过 但那次其实我是蛮伤心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原来 我去做一些我觉得对的事情 然后我为一些公义去站出来 但是其他人会因此觉得 你不要再跟你有什么关联 那是非常现实的一个 整个社会的一个状态 而且那个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说雨伞之后 我做了那个决定 我要跟这些年轻人 这些学生站在一起 那后面其实都是我 有一个心理准备 香港这几年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人民对自由的担忧 并非空穴来风 北京政府透过制度上的改变 逐步瓦解香港人的自主权 造成命运累积 13年其实在香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你开始看到有一些国民教育的一些活动 然后黄之锋也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 对 那从那个时候你就发现 好像我们一直以为在回归以后 那个所谓的很安定繁荣的一个香港 可以维持50年不变 好像那个已经不是那么的确定了 原来香港不用说在大陆的那个影响 只是在香港本身 像我们的立法会 像我们整个政府的运作 像特首 他的那些决定 跟他的去… 到底他是为了人民去工作 还是为了其他一些更高层的人去工作 北京政府来工作 那时候就开始浮出来了 所以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的问题 就出来了 但我自己是真的到2014年 9月28号那天 就是当那些催泪瓦斯被警察丢进人群当中 我是在那一刻我就告诉起好了 我受够了 我不能再站在那条线后面 我一定要滑出去 跟这些催泪站在一起 对于反送中运动可允许形容 只要有良知的香港人都会站出来 这一次的运动它最不一样的 当然就是没有主持 主持 没有领导 那这个比起雨傘的时候 那个优势就是说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去当那个领导 或是所有人都可以把一些想法丢出来 然后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好 那大家就会去做 而且那个很快 而台湾对何运事来说 有着特殊的情感 在他眼中 台湾拥有属于自己独特优势 我对台湾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感情 对 因为我在2010年的时候 发了一张优势 就是在台湾去发 然后就收到很大的鼓励 然后也有很多 就是很支持我的朋友 所以其实我的看法 我从一个香港人去走到台湾 然后我感触到你们整个文化 整个环境的一个观察 我是觉得台湾人真的应该非常要珍惜 你们拥有的那个整个环境的 无论是人文 或是说这些文化的事情 其实那个是你们非常强的地方 因为说像香港人 可能一个年轻人赚一万多港币 但可能有八千或九千甚至一万 都已经跑出租房子了 那这种生活 就是为什么香港人现在那么的愤怒 这样相比之下 其实台湾是有一种自给自足的一个条件 因为你们的空间很大 然后你们的人也就是比我们多很多 那个自由才是 我们是完全是梦寐以求的 就是你们可以选自己的总统 你们可以在整个亚洲地区 是第一个可以有同性 对 同性婚姻的一个国家 对 那这个是就是你们的优势 真的 你们其实是在带领整个亚洲地区的 一个在民主在自由上面的一个前进 其实是你们就是走在最前面 对 可能我 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就觉得 这些是我们很想要有 但是在台湾当中你们可能 那个环境已经多少人有一点习惯 就是这样子 历经了香港近日的风波 谈到台湾何于是雨中心肠 对于还没有的东西就很想要追求 但是我觉得在追求那些事情之前 首先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已经有的事情 不然说 我真的很害怕 真的希望你们真的要守住台湾 因为你们守住台湾 其实也是在帮助香港 在守住我们的地方 我们真的… 那个真的不是夸张 那个运运共同体 其实是真的 因为 如果台湾只是独立在那边抗争 没有香港 那其实也会很辛苦 香港如果没有台湾做一个支援 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 即便再怎么被打压 他依旧不畏强权 跟所有上街示威的香港人一样 当自由开始被剥夺 必须奋力一搏 原来畅所欲言不是理所当然 台湾人 你看见了吗